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小块地 你看这个小块地有两个油田对吧 平常我们玩的只有一个油田 这个两个油田而且不需要占领 省了这个漏人的钱对吧 而且两个油田缓了两千块 这个是一万五开局 然后这个淡蓝色一上来就打字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失恋了好难受 你失恋了你还跑来打红箭 那你不更难受吗 我们直接先延伸个地堡过来 先打中间的粉色 先打断他的电对吧 他在造矿场 只要把他的电给打断 他就没有电了 矿场出不来 这一盘我随机到了一个法国 随机到了一个法国 我就想出巨炮 因为这个开局 送了两个油田 而且反了两千 不需要造漏人 所以说我们直接造大炮 因为下面的陈猫猫要走我 你看他们要造了很多兵 我们直接造两个地堡把路封住 然后把牛车派过来先压一下漏人 直接出空子部造大炮 你看他这个漏人过来 我们直接压 用牛车压 上开也没用 我的牛车可以回血 没血了 我们就直接飞回来 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卡 我们直接用这个飞行边打他的电场 打掉他的电场 他就没有电了 他必须要造防空 等你防空出来 我的大炮就出来了 我直接来一个大地堡 看到没有 一个大地堡甩过来 这个陈猫猫就受不了 直接投降 他一投降 广化用巨炮打中间的粉射 那个上面的小绿呢 也被巨炮整死了 这个小红也是个法国 你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小红很难受对吧 这边法国打他 上面法国也在打他 两边一边一个巨炮整他 然后出个漏人 偷你基地 偷了基地拖动一下 然后把基地打开 在这里甩个大炮 打小红跟他对炮 然后他对我 我搬手修一下 他又出了个大炮 我们把基地卖掉 卖出个漏人 再抢修一下 看到没有 一个大炮整死他两个大炮 这样小红就守不住了 你造飞行兵打我没有用 我们也有飞行兵 然后把左右邻居全部打完了 对吧 现在下面还有两家 这个当然说 你看 当然是有坦克想打我巨炮 飞行兵加大兵保护 这边来了很多很多的漏人 你看 这么多漏人冲到我家里来 但是没有用 我有飞行兵加巨炮 还有小地宝 你看 这个漏人勇往直前往我家里冲 可惜没有用 这一盘呢 你看 随机到那个法国 一上来就把左右邻居全部带走了 这个蓝色呢 也没了 直接带走 就剩一个淡蓝色 淡蓝色的想偷我对吧 想偷我 偷不到我 我家里有巨炮 我手里还掐了个巨炮 然后这个粉色被我整死了 以后呢 他说 只说你是个主播呀 这你都能看得出来 我就招了两个大炮 我就是主播了 你都能看得出来 就剩个淡蓝色 你舍不得投降对吧 舍不得投降呢 我们准备延伸过来啊 先造个飞机 把他的防空炸了 这个淡蓝色失恋了 你看失恋了 红锦呢 也要难受对吧 把线投降啊 我感觉这个地图挺有意思的 我们再玩一盘 第二盘呢 我们随机到了一个苏军啊 这个是一万五开局 一万五开局 反了两千块钱 油田钱就一万七了 对吧 而且这两个油田 不需要招漏人的 先出个兵林 然后看看厂商的局面 这个旁边苏军 中间苏军 后面的小绿也是苏军 对吧 都是苏军 那么我们先整 先整这个淡蓝色 直接造个地宝过来 你看他不想跟我打 他直接造立到围墙 要跟我和平 既然你要跟我和平的话 哎呀 你有甩地宝 我本来都想跟你和平 你有甩地宝对吧 我们先把个框场放出来啊 放出来以后 广快出一个重工 这个当然是 他要跟我和平 我们就先不整他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一看 这个后面的小绿 也要跟我和平 对吧 小绿也在造围墙 你看 这左右邻居都想跟我和平 都在造围墙 那我打谁呢 我感觉 打这个中间的紫色比较好啊 你们看紫色 紫色呢 他电场被打掉了 他框场出不来 而且他两个香波波的油田呢 我想去占领啊 我们直接射个路径 当时我还想偷那个淡蓝色的油田 但是我想了想 淡蓝色的油田不好偷对吧 就算偷到了 也会被他打掉啊 所以说我们广快把路人放出来 射个路径偷这个紫色啊 直接拐过来把紫色的这个油田给他摸走 直接摸走对吧 但是我感觉占了一个不行 我们再占一个 再出一个路人 然后那个小黄呢 得罪了紫色 他必须要把紫色带走对吧 打这个小块地 斩草要出根啊 他得罪了这个紫色 你看 他招了很多兵去打紫色 我们趁紫色没有投降之前 把两个油田摸过来 摸过来我就有四个油田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感觉左右邻居都是苏军 都不好打 只能先出高科技对吧 出高科技 等一下我们照 基洛夫啊 照海军或者照 铁木都行对吧 你看那个大蓝色 有一点黄 看我出了雷达 他提前造了一个防空炮 我们先走到中间 走到中间 把这个紫色带走 因为紫色也比较激疼我 高科技业术雷 来广快出一个getting玻璃 现在这里摆两个地宝 等一下我去打中间 这个小力会冲过来 完了 你看 他们左边一个电线杆 右边一个电线杆 哎呦 这个电线杆打我 只能把兵拖到这边来 拖到这边来 又被这边的电线杆打 你看到没有 这个电线杆 有很多粉丝经常问我 为什么你不喜欢 招这个磁暴线权呢 因为磁暴线权 我感觉没什么用 没有那个光灵塔好啊 光灵塔可以串联 对吧 我很少招那个东西 你们招磁暴线权 我就招一个大黄瓜 直接一个基罗夫拐过去 你怎么办 这个淡蓝色估计没什么钱了 你看我都没什么钱对吧 这个中间紫色把线了 然后直接一个基罗夫拐过来 不要着急炸他的电线杆 就炸他的油田 油田一炸就把他电厂给崩碎了 看到没有 崩碎了他就没有电了 然后他受不了 直接冲到我家里来 打我矿场 矿场卖掉 你打什么 你打我矿场给你打 你冲进来 你躺个肯定吃亏 看到没有 谁进攻谁吃亏 这样你坦克全部都死完了 然后一个基罗夫直接拐进去 这个时候上面的小黄 你看小黄的坦克很多 他在中间偷我的油田 偷我的油田 只能给他对吧 我这个坦克没他多 这个小黄有一点想打我的样子 你看他又来的 管坏飞房 你打我 小心这个蓝色 蓝色也要整我 管坏退回来 当时我在造体育 因为我感觉这个地图比较难进攻对吧 没有矿 只有两个油田 我当时想憋个铁木出来 但是我想了想了这个铁木能不能憋出来的 你看马上就快要好了对吧 如果他冲过来 我们可以退掉铁木 把这个钱换回来 然后这边 这边小红在打小绿 小绿出这个导弹船 你看到没有 管坏把铁木退掉 造几个防空车防空炮 因为小绿这个导弹船肯定会炸红色 但是他炸完红色就会炸我呀对吧 你不能等他炸我 你再去打他 趁他导弹船 还在炸小红的时候 我们直接基洛夫拐过来 小红直接投降了 然后基洛夫你看到没有 就就他飞进来 无敌的 然后他的导弹船要过来 赶快摆一个防空炮 先炸掉电厂 炸掉电厂 他防空炮没有电 然后这个小黄呢 又趁机把我的油田摸走了 这个小黄跟这个蓝色 怎么这么和平 你们都不打 然后我们直接基洛夫炸出个三星 看到没有 炸出个三星再把他油田一干 然后这个小绿呢 他用一个坦克过来打我防空 防空广快往后面缩 往后面缩 然后小黄又要冲进来对吧 这个时候不要慌 我手里马上就有地保了 而且我有四五个坦克 这个小黄敢冲进来 我就掐着他的头 哎呀 但是我这个中攻没了 中攻没了 他的导弹船贴在岸边 想炸我的油田对吧 广快打掉他的导弹船 他想炸我的油田 升了个三星 我这个油田差一点爆了 你看到没有 这油田一爆 我的高科技都被炸掉了 然后这个小绿呢 还有一个基地 到处流量 舍不得投降 对吧 我们广快冲过去 打掉小绿的基地 然后这个基洛夫呢 升了三星 不要等了 直接往小黄家里飞 因为你等下去 等下他防空太多了 基洛夫没什么用 直接往里面飞 不要舍不得这个三星 飞进去呢 只要炸掉中攻 炸掉高科技 就赚了啊 等下你他防空太多了 你更炸不到东西 直接炸掉中攻 再炸掉高科技 然后再炸掉他的空子路 这个三星的基洛夫 功成身退了 对吧 然后这个小绿还没有死 小绿比较记恨我 我们再把中间油田摸过来 分一个三星坦克 去打小绿 然后这个小黄呢 他不让我打小绿 对吧 他还要保护这个小绿 这下完了呀 我没有中攻了 而且我造中攻的 必须要先造个矿场 我矿场都没了对吧 当时我想把这个高科技卖掉 但是我想了想 不要卖对吧 卖了等一下就没钱造了 我就把这个高科技留着 然后小黄终于跟蓝色打起来了 他去打蓝色 我也过来呀 刚才我打别人 你不让我打 现在你打蓝色 我也不让你打对吧 我直接用三星坦克打你防空 然后他这个光灵坦克升了一星 我们先推回来 推回来把这个残血坦克修下 他又去打蓝色了对吧 不要给他打蓝色啊 我就这样牵制他 然后我们广快出一个矿场 但是这个矿场呢 不能乱摆对吧 乱摆的话 等一下中攻就放不出来啊 因为我家里的地盘呢 比较小 这矿场呢 感觉还没地方摆呀 这矿场摆这里中攻放不下来 我感觉要把这个地堡防空泡卖掉 卖掉以后把矿场甩在这里 这样就可以出个中攻 完了 这小黄链那个三星 三星光灵 这下完了 这个三星光灵伤害很高对吧 然后蓝色守不住 我就想去打他的三星光灵 你看他很紧 这个缩得很快 这个三星光灵我打不到 但是不要慌了 等我们中攻出来 我中攻马上出来了 不能往里面冲啊 往里面冲打不移 这个三星光灵 配合灰熊坦克 还是能守得住的啊 然后我们把牛车拖到中间来 对吧 把牛车拖到中间来 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造海军了 但是造海军造的自己家没有用 我有高科技啊 这高科技我特意没有卖了 我留的这个高科技 我就想造海军 我直接把基地拖到这边来 拖到这边来 在这个地方甩一个船场 我就可以直接出导弹船 炸这个小黄了 老小黄一看 不行了对吧 他要趕快把这个蓝色带走 你把蓝色带走了 你坦克冒淹了 直接过来点死你的飞熊坦克 他甩了个地宝 不能冲啊 这个三星光灵加灰熊 还有这么多地宝 还有这么多美国大兵 冲进去肯定打不赢 我就在家里等海军就行啊 等一下我的导弹船一出来 你怎么办 他也没什么钱了 然后把动员兵也派到中间来 这个时候呢 他看到我屁股后面出了一个船场 要造导弹船 这下他完了 你想打我基地 我三星坦克过来 直接点死你的飞熊 你再不冲 我导弹一出来怎么办 你看他受不了了对吧 受不了了往我家里冲 你往我家里冲 我就跟你换家 但是换家的话他也换不赢了 因为水里面有船场 但是我想了想不行 这个等下换家没换银不太好 优势不换家 你也是去换家对吧 我直接退回来防守一波 防守一波你怎么办 然后导弹船一出来直接炸掉重工 炸掉重工 你没钱造防工的呀 你没重工造不了防工车 出防工炮呢也没什么钱 然后我们管快炸他的油艇啊 只要把他的油艇一炸他就没钱了 一个导弹过去 他只能用三星光灵去打我的导弹船 对吧 因为三星光灵射程比较远啊 你去打我的导弹船 你家里就守不住 我这个动员兵 配合犀牛坦克冲进来 你怎么办 我躲到这个牛车后面 你过来就点死你的飞熊 然后你的光灵坦克又要回来防守 你又回来防守 我的导弹船又过来 然后坦克直接冲进去 点死你的三星光灵 再分一个一星坦克 压你的美国大兵 这样你就守不住了 对吧 直接守不了 投降